《海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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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這一集來開始講一下 影響台灣命運很重要的人 顏時期 在《明朝的歷史記載》裡面 天啟元年 就是1621年 就是顏時期到台灣的那一年 所以今年也等于是 延时期开台400年 因此在云林或者在嘉义那边 有许多的纪念活动 有展览等等 我去到那边去踏查过云林的地形 那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 过去北港那里很靠近海边 那因为台湾的沙岸不断在延伸出去 所以就往前推推 推到最后就这样 北港就变成比较靠近内陆一点 可是对延时期来讲 那个时候当他的船靠近云林嘉义 也就是巴掌溪附近 那一带的出海口的时候 那是什么感觉呢 那个时代的海盗 常常被明朝的官兵一追就逃啊逃 然后逃到王港 那时候嘉义云林这一带叫王港 为什么叫王港 因为那里有许多的中国的渔民 福建的渔民来那里捕鱼 冬天特别在那里捕乌鱼 它是从日本穿过中国的黄海附近 然后穿过台湾海峡 最后从台湾的北部然后往南走走 然后穿过了台中彰化鹿港等等 然后最后到云林嘉义台那 从屏东出去 日本人他们很喜欢吃乌鱼 结果他们的乌鱼都很瘦 因为才刚刚长起来 那慢慢的鱼群游啊游 游到台湾的西海岸这一带的时候 刚好都肥了 最肥当然是在屏洞那边 所以冬季十二月的时候 刚好是乌鱼子盛产的时候 那乌鱼成群结队的时候 那种力量在海上非常庞大 所以渔民的渔网一撒下去的时候 很多时候那种力量太强大 渔网就被打破了 当然渔民捕获的鱼跟渔网都要带上岸来 然后就在海岸边来亮那个渔网 然后捕渔网 因为有很多渔网所以叫做王港 我常常在想当年颜时期到台湾的时候 所看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场景 那颜时期为什么会到台湾来呢 因为高采在福建横行霸道 他成长于清交 他是1589年出生的 他本来是清交望族的后代 他的祖先就是大叔法家颜真卿 后来他的后代当然迁徙到各地 就那么有一支在战乱中 就迁徙到福建来 成为苏香世家 可是流到颜时期这一代已经变成贫穷了 他就去学做裁缝 因为他的身体比较魁梧 也会一些武功 所以在海岸边有很好的人脉 后来他因为很愤怒地杀了犯官的恶仆 他就必须逃亡 偷渡跑到日本去了 在日本他一样做裁缝 做裁缝对于当时的华人很容易 但日本人不叫他华人 日本人叫唐人 为什么因为日本人所认识的所有中国人 他都从唐朝开始 所以叫他唐人 日本人认为中国人来这里做生意 然后也会做裁缝等等 所以他们开了一个小店 颜时期在那里当裁缝 于是很多海商来的时候 因为带了石头 带了各种东西要来贩卖 慢慢的这个店就变成很多海商来聚集的地方 因此他结识了很多海商里面 船商里面很重要的人物 比如说船上的采购经历 销售经历甚至于管整个船的船物的经历等等 还有海上的保卫者 那时候的商船出来一定要有那种武装的保镖 他就出来保卫他 那些人就跟颜时期熟了之后结拜起来 结拜的人越来越多结拜到了28个人 而这个时候 李旦在马尼拉大屠杀的时候来到日本 李旦到日本的时候大概是1607年 他比颜时期早一点到日本 那么日本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德川家康的时代了 那德川家康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 所以他看到了以前日本经历过战果时期 大家流离失所 农田没有人耕作 然后经济贫困 所以他希望能够社会慢慢安定下来 采取了非常温和的政策 社会开始复苏起来 对于日本的未来的大战略 他采取了和平的方式 他尽量采取去鼓励贸易 而不是鼓励沃寇去征讨去抢劫 所以他慢慢建立了海上的交易次序 他对于明朝的人 要到日本去做贸易的人 他都表示欢迎 所以德川家康还做了一件事情 是叫租印状 他让他的海上的这些船商 可以取得一张证明书 那个证明书上面写 这条船是从日本出去的正式贸易的船 请你这个国家的官方 或者任何人见到了给予协助 未来你如果到日本来 我们也一样给你相同的协助 后面要盖了一张红色的印章 代表日本的官方 很多岛的岛组 他们就取得这个租印状之后 作为股份跟船商一起投资 这些船商有日本的船商 也有中国的船商 李旦也取得过租印状 你就可以想见 德川家康时期 其实是日本在复苏的时代 而那时候的 明朝的这些华人到那里去 生活也在改善 所以李旦很快的 又把他的生意恢复起来 并且在长期和平户 都有他的商管 两个地方都有老婆 我附带要讲一下 那个时代因为 很多海商都在各地做生意 所以他们会在各个地方 都有老婆这样 马六甲那里 他有他的仓储 他的基地 他的家庭 因为他一去到那里 就要住半年 然后他再回到他的家乡 才住半年 或者甚至于他可能到日本 或者到其他地方去 这样各地走 因为他的宅子建得很漂亮 所以英国人到平户区 要建立商管的时候 看上了他的房子 居然跟他租下来 变成英国人的商管 德川家康很有意思 他为了海上的安全 居然指定说你这些船商 如果拿来住运装 贸易船要出去的时候 必须有葡萄牙人 或者西班牙人当领航员 也就是对于你在海上的航行安全 方向等等 他觉得一些外国人更清楚 因此为了你的安全 贸易 你要请他们当领航员 然后才准许你出航 那日本人的那些 在地的商人认为说 他的利益会不会被这些 唐人的商人给损害了 所以他们后来就慢慢限缩 他们只能够在某一些商店 去贩卖他们的商品 像比如说石绸等等 然后因为这些商店是日本人开的 就限制了他们的交易的价格等等 这个就是日本时期 连时期所在的一些情境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当时中国海商 对于日本人的描述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对日本女人的描述 在台湾外界里面曾经描述了 郑之龙去娶了一个日本老婆 叫田川氏 那他怎么描述日本妇人呢 他说 妇人虽显逐蓬头 而滋涉羞花 宛如仙女 且头发日日苏醒 薰以其难 其难是一种香料 那个杯子 你用它的头发有香香的 稍微在杯员上擦一下 然后让它有香味 然后再增上茶增上酒送给客人 鱼永有 其难气味生鱼粒 就是那个其难在他法上的香味 残留在酒或者茶里面 香则长年只夹分 就是那些香则让它尝起来特别香 所以到达日本的男人 既沾泥有序 翼竹春风而往 免花则草 所以这个故事是描述说 那个时候郑之龙正是方刚之年 天树盖然 他就看到了一个很美丽的天川 是就爱上了 后来就结婚了 隔了一年之后 就生下了郑神宫这样子 那时候日本人的一种生活习俗 以及对于唐人的一种彼此的关系 很多中国人到了日本 就跟日本人结婚 这样的通婚非常的普遍 江浙、福建、广东都有 很有趣 我后来去日本的长崎文化馆的时候 看到他们的古老的画 画里面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些风土民情 那有一张画是讲当唐船到达的时候 他们就把船上的保佑的马祖神像要请下船 下船之后 他们还要带着他们可能带来的货物 还有礼品等等的 神像小小的就抱在人的胸前 慢慢走在街道上 一边唱歌游接 表示他的船平安到达 那这个马祖的神像为什么小小的 因为在船上 所以叫做船头嘛 很朴素 无法 然后也都是木头做的居多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澎湖的时候 问了澎湖的那个天后宫 最早的马祖神像还在不在 他是历史比台湾的任何一个 马祖庙都古老 他们给我一个回答说 哎哟 那时候也准头嘛 早就不在了 因为都是木头磕的小小的 飘洋过海跟着大海搏斗下来的 那些已经历史太久了 不存在了 可是我们在日本的这些画里面 你有没有觉得 感觉到一种欣喜欢悦的感觉 船终于经过荆涛骇浪到达了 把妈祖神像请下来 在日本的街道上 庆祝平安到达 庆祝他们的货 因为可以卖出去 还有当时许多唐人 在日本的生活也很有意思 他们会提着灯笼 从在季节到的时候 在日本游行 或者请着妈祖神像出来游街 你可以看到这张图里面 就是在日本游街的 唐人的模样 还有呢 住了很多人 对不对 按照明朝的张谢的说法 就是一个学者张谢的说法 当时住在日本的 长崎贫户这一带 每个地方大概有 至少两三千人 三四千人 然后其他的各个岛都有分布 所以加起来大概三万到五万人之间 那你看到这张图 他们在五龙五湿 有没有很微妙 就是原来在那里也过着中国人 自己的节庆 这张图很有意思 就是一个很大的秤 当你一个船到达的时候 你是要秤的是大宗贸易 所以往往茶叶是以几十斤 几百斤这样秤 同样的丝绸也是几百斤这样秤的 还有铁器等等 你就看到日本贸易现场的这种大秤 在港口码头的这种 交易现场的模样 很有意思吧 你就可以看见 当时他们生存的那样的一种环境 以及社会的氛围 你知道吗 唐人其实不仅仅是做贸易而已 做贸易不是需要一个仓库去吗 我居然在长崎的文化馆里面找到这一张 你看到很多人在那个仓库里面 进进出出 对不对 然后仓库入口的地方 有人在管理他的进出 那么仓库里面有人可以带人进去参观 有哪些货物等等 那么多的唐人跟日本做生意 而那个就是德川家康时期的日本社会 而这样的一种社会使得 严时期和李旦 慢慢的利用了朱印船到东南亚去贸易 为什么 因为在粤港或者在澳门 只要有日本人去的 去得多了 他们就很怕会发生战争 倭寇会来抢 所以对日本人非常戒备 而且不许日本人到粤港去做贸易 台湾就是李旦专门和福建来的船商 来交易的地方 他们相约在这里交易 交丝绸 交瓷器 交各式各样的东西 然后再运回到日本去 当然李旦也到台湾来做生意 买什么 买露皮 那台湾的露皮 梅花露的露皮 争议非常好 特别在日本的战国时代 就这样子我们看见了 一个海商 本来只是福建的一个小小的海商 甚至于是玛尼拉大屠杀的受难者 可是很快的在繁盛的东亚贸易里面 就站起来 而他们的命运即将影响更大 因为他们要影响了荷兰人 到台湾来这个历史性的决定 那荷兰人怎么到东亚来的呢 好 我们下一集再来讲这个故事